大家好,Vincent Bily伯拉托 跟大家讲讲2023年第34个星期 美国的经济数据 最主要只有一个 就是7月的零售数字 经常都会觉得零售数字 会随着利息不断加 来到慢慢下跌 的确趋势上是 但是7月的零售数字 仍然是好过预期 按月上升0.7% 好过预期0.4%的上升 同时6月的时候 也是轻微地调整 由0.2%收正到0.3%的上升 在汽车销售方面 比较差一点 虽然Pax按月上升1.1% 但是汽车销售下跌0.4% 以至总体来说 汽车由6月上升0.7% 到7月下跌0.3% Gas Station 即是那些油站 轻微地上升0.4% 价钱如果你看到CPI 就上升0.2% 其余的汽车销售 都是轻微地上升0.2% 始终是深马进入的时候 多些人就来到周围 到周围游荡 加拿大也有不少人 都是这样 我们的活动相对来说 都比较多了 另外 建筑材料和工具 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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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材料方面 都是上升0.7% 对比起6月下跌1.5% 那时候也有提到 在建筑界各方面 要看它的trend 一次过下跌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持续 譬如之前 又说到加拿大的失业率 在那个 创造就业上面 有那个回头 最主要就是建筑业 那方面的工人 未来出失业的数字 和就业数字的时候 要拭目以待 看看会不会回升 如果trend是持续 几个月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认定 咦 可能有些臭事发生 好像譬如 伟大的祖国 恒大爆爆完之后 现在又到碧桂园 持续有几个月的时候 值得去关注 Anyway 这个就是题外话 如果剔除了 这个汽车零部件 和这个油站 再加上建筑材料之外 这个不叫核心 叫control group 那个零售 有1%的上升 同样地是好过预期的0.5% 最上升得紧要的 反而是online店铺 即是深码 理论上应该去shopping 想不到online店铺 亦是非常暢黄 上升1.9% 其次就是体育用品 的store 也有1.5%上升 至于这个饮饮食食 酒吧 就上升1.4% coving 和accessory 三库鞋物 也有1%上升 稍微依人读潮水的 就是这个 家司 和 这个电器袍 下跌1.6% 整体来说 过去 一年里面 零售数字都上升了4.7% 绝对是撑起美国的消费 美国 跟着日本说 anyway 虽然那怕 这个trend仍然是很满满地 slow down 但是 slow down 那个速率 就比预期 是为低 你可以说 调分之后 就是预比预期理想 但是 可不可以来到去持续 就是 未来的下半年 8至12月的时候 都这么帅气呢 其中几个关键 你消费的时候 需要这个人工 人工似乎站得挺硬的 而且升幅相对来说 宏观计 不是你自己的份工 都是乐观的 而且 也是从一个 通胀的角度来说 太硬了 在就业的情况 创造新的职位 或者失业率 各方面 都是健康的 但是同一时间 这个当年 在这个疫情当中 存了不少钱的 美国人 据估计是有 所谓extra的 两兆 但是呢 现在都似乎 洗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呢 即使 即使你看回 一些credit card 那些 volume 或者pricing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都是非常之强劲 和理想都好呢 未来的变数相对来说 会增大 再加上 联储局继续放英 未来九月的时候 还有三次意识 整个一年里面 剩下 如果它有 加入马息 或者加三马息 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 冲击和影响在当中 有些人开始来研究 或者再来到去发问 那那个 reception 会不会发生 我自己觉得 和不少的经济学家 可能有少少不同 挺有趣的 一开始的时候 加息的时候 很多经济学家 就觉得 是会一定pk 一定会有很大的reception 但是呢 迟迟都未到 最近 看这个 Watstreet channel 都有去研究 奇特的现象 通常来说 reception 有三个 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 洗钱洗少了 洗钱洗少了的时候 那些企业 可能会赚少了钱 企业赚少了钱的时候 可能就会炒人 或者不会聘请太多日 那些人工 或者宏观来说 赚的钱就少了 于是就 洗少了钱 在费用 费用 薪金 和 公司的利益 成为了恶性 循环 但是 费用没有少到 因为有更多的赚 人工又因为 covid之后 仍然 非常暢黄 于是 又继续有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企业又继续赚到钱的时候 亦都不需要 去出界 过分地夸张的裁员 甚至乎需要去聘请人 亦都会有很大的缺币 比起 covid的时候 不过 随着利息不断的上升 全部都折捕 那些支付时 这个周围 就可能 可能 就不能够继续循环的时候 变相来说 就会减低了消费 或者要炒多些人 各方面 放英的联储局 他就说 不介意 有一定程的损伤 宁愿有一个 轻微温和的衰退 有一个温和的失业率上的上升 創造就业的少 有些人就变成失业大军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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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将 那个 通胀 通胀 减回去 梦幻的2% 这一件事 亦都是令我 觉得 当Saving 已经用了 减低了 甚至乎 你看到最近的 Saving Rate 亦都是跌破了 这个Pre-Code 即是说 已经开始要洗凸 了 衰退的可能性 就会大 但目前为止 我只是觉得 就是一个 温和衰退 多过 是一个 爆弃的衰退 计划经济 各种 都可以透过货币 多与少 透过息口的多与少 来到去 你喜欢催涨就催涨 喜欢收缩就收缩 那样 这是未必的 未来 我会觉得 通胀数字 始终 是一个相对地 比较波动的 一个时代 尤其是 俄乌战争 未完结 而中美贸易之间 的冲突 亦都是持续 再不要计算 有人说 恒大 碧桂园 这个事件 会不会是一个雷曼呢 我觉得 那个影响性 就不会像雷曼 那样 畢竟 就算是房地产 也好 波吹到多大 爆到多厉害 也好 那个延伸性 即是 如果地产是一个重要的器官 那银行是一个心臟 而当年雷曼 就是爆了心臟 于是所有功能都来到它坏了 那你地产可能就断了手 而且 它去到全世界发债的比例 亦都是 没有当年雷曼那么广阔 当然 中国是会重灾 仰衰 这个又是另一回事 是说它波及世界的影响力 就应该不会像雷曼 但绝对 绝对 就是强过 强过前几个月 那个矽谷银行的事件 那时候我都说 不是太大的问题 很多大的银行 仍然是非常健全 甚至乎 那些租金融会回流 关键只不过是 由一些美国的地方银行 去到一些 就是美国的大银行 对大银行 反而是一个受惠 现在你都看到种种迹象 似乎这个 都是一个事实 那样 anyway 今天讲到这里 未来再和大家讲 股市概放 在第二条片里 希望那个分析 能够帮到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 欢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里巴拉套